来这个我们知道 等于说11号的时候 王 我会想叫王熙芝 王毅川 他要到北柬 被约谈的时候了解更多 就他在路上 两度违规 也被直击了投诉的内容说他开着一辆BMW轿车前往到北柬的路上 车速 飞快 被民众二度直击违规闯红灯 那第一次呢 这路段也写出来了 在第二次也被大家给起底 那其实之前王毅川在去年12月就已经被爆料过了也是这台车轨切闯红灯左转 还被批评这是哪门子的交通专业 当时说车会小心啦但如今又再来一次 那也依据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啊 这王毅川的行为因为他有二次违规的状况 经民众告发之后最高可罚18000元的罚还 我想你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联想到 王毅川会出来说些什么 一定会出来扯900星嘛 怎么不可能呢 我们来看王毅川的回应我们也帮大家背起来了 而且他等一下呢也会 在这个电视台前面受访 徐晓星今天公布的照片影片有关交通违规的部分 我不会像徐晓星一样说回去再讲啊 该缴的罚单我马上缴 但一边抹黑说我监控人民 但一边实际上用监控手段的就是你国民党的立委 徐晓星厉害了在党立委可以监控 周二我当天呢他去这桃园青浦的银行办事 他说他就会发现 被跟踪偷拍了 回家两小时后再出门前往台北还一路继续被跟 这种连续性的跟拍行为有可能会是一般民众的投诉吗 我被中国给制裁之后又被铺天盖地的 抹黑盗用电信数据 在遭不明人事跟踪 徐晓星委员公布我被跟肩的画面 这一连串的行为已经不能用巧合来形容 目的是为了让我心生畏惧 你看到这边我有两个结论 你要嘛以为现在执政的是国民党 要嘛以为现在执政的是共产党 博议员 我想问一下 他心生畏惧 所以才闯红的吗 好像不是吧 他讲法的吧 有人在跟闯出去 对吧 如果是因为有人跟踪你 让你感到很害怕 你做错违法的事情 那我谴责跟踪你的人 但不是啊 王毅川和王熙之先生 是你自己闯红灯被检举了 然后说你心生畏惧 我觉得黑白颠倒 真的是民党最擅长的东西 永远都是把黑的讲成白的 白的讲成黑的 乱七八糟 对于王毅川先生 你的专业是什么 真的好痛苦 王熙之 我也感不清楚 你叫王熙之 我会写毛笔的 王毅川智熙之 智熙之 王先生 好不好王先生 政策会执行长 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先跟你讲一下 你的专业是什么 是交通 有忘记你当过交通局的局长 是 结果你现在 之前闯红灯 乱七八糟 已经被他检举过一次了 那时候你说你会改进 就现在 你居然不只是 连续 不只是闯一次红灯 是连续的闯红灯 被民众检举 你到底对不对得起你的专业 到底对不对得起你的职业 我觉得非常重要嘛 这件事情发生完之后有没有人到后面跟踪你 我老实讲 不是你讲的算好不好 你真的找到有人跟踪你 我们在讨论有没有这个事情 但是针对你一直不停的 犯规违规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做出什么解释 没有 你说该交罚单就交罚单 那我也知道要不然怎么办 对啊 我也知道 那不然呢 我脚放在一直等你脚啊 对啊 对嘛 重点是你不要去违规嘛 不要闯红灯造成人家的危险 以及民众的不安全嘛 应该针对这个事情 好好来检讨道歉 而且真的宣誓你 接下来再不做了 如果你真的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你多捐多少钱给多少人 或者你辞职 政策会的执行长 不是嘛 就整篇的文章 重点不在于 他的道歉 几乎没看到道歉的文字啊 统统都是指向于是有人 刻意的跟监他 让他心生畏惧 想要摆脱他之前 监视民众的言论 还在那边想要转移焦点啊 我觉得在最恶劣的地方 对于很多绿营的人而言 他从头到尾 都不认为他自己有做任何的错事 而如果被人家发现的时候 他第一个时间的反应都不是道歉 第一个时间反应都是把别人拖下水 都是别人害的 都是别人有问题 他自己好像无关一样 可是我觉得最可悲的是 他们的媒体 包括他很多的图卡 我个人认为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他们去让他们很多的支持者 可以用那些话而不实 甚至是完全错误歪斜的言论 来误导很多不了解实情的年轻人 跟中间的选民 这件事情我老实讲 短时间操作 当然对选举有帮助 但是长时间操作下去 我觉得整个国家会完全的歪掉 整个国家的未来 我觉得还是让人 感到最担心的事情 那我还是回到前面去讲一下 罢免的事情 就是一个立法委员如果做得不好 或者他操守有问题 民众想要来罢免他 完全应该也合理 因为那是民众的权利 但问题是 现在绿营 挑出来这些想要罢免的人 几乎都是根据他得票率比较低 或者是他当初比较赢得少 所以现在比较好罢免的方向 来做罢免的角度 那我跟各位报告 这完全失去罢免的意义 选出来不是为了罢免他 选赢选输 这是民众给候选人他一个支持跟肯定 选赢的继续加油 选输的检讨你自己为什么选的不好 但民进长现在不是 拿着罢免的旗帜 来说我接下来罢免谁 之前不是还列了一张表格吗 按顺序 请问一下那个顺序是因为他做的好不好吗 不是 是他的赢的比较少 所以觉得有机会罢免他 所以想来罢免他 这些东西到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第一个不只是对未来的选举练兵 再来就是他希望有没有机会 利用某几个选项来做翻盘 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在立法院得到多数 讲白了还是为了明显他自己的利益 跟民众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知道这些罢免案如果通过了 最后花谁的钱来办相关的选举 也是我们的税金 民党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失 倒霉都还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讲要罢免任何人是你的自由 但如果你用的理由只是因为你个人的撕裂的话 我是非常谴责跟唾弃这种行为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罢免案不会是只有一个罢免案 假设 民进党找了叶元智出来开刀 国民党一定会反制 这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政党的问题 但国民党反制完之后 罢免的人数越来越高 或提出来的案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个就没有什么叫仇恨值的问题 那是政党对决的问题 因为很多案子的时候一定是政党下来 帮我们的候选人站台 帮我们候选人来辩论 包括民党也是如此 但是到最后 最惨的结果 都还是要我们民众来承担嘛 因为那些费用 那些人士 包括社会的混乱 老实讲民党有在乎吗 这还是我觉得最可悲的 别忘记现在中华民国 的执政党是谁啊 是民进党 是赖清德当总统 赖清德民党的党主席 但是把整个国家搞得这么混乱 让民众的心情这么浮躁的 也是我们的执政党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整个国家 才是台湾最大的悲哀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 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 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 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 GRAS 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 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 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